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汽车火锅频道 8月13號星期四號 所開的數字有15 17 18 31及33 這個這個預估數字反正我是預估 禮拜三的拿來號碼來用的話搞不好中兩字 那這這期星期四號我沒有中 那 星期五的部分啊 我該稍微自己有做一下功課 翻到星期五的部分就開四尾比較居多 好我們看星期五 他星期五就開四尾你看 0401424 開四尾跟九尾的部分 比較居多了 那最近好像九尾好像沒有 沒有什麼 印象都那麼好 你看 也有兩期喔 不過我們有預估啊 我們有預估那個八尾部分是38 可是他只有除18 我沒有預測中喔 好那我 我們看一下那裡喔 我們一樣看到這邊的趨勢圖喔 原本今天是預估38出現18 18也是有因為剛好沒有想到他是這麼早就出現了 幾乎都是頭跟尾 那一周裡頭就會出現這一支啊 1718 19已經開過了喔 好在這部分啊 四尾部分我去一四跟二四都是有可能性的 一四二四喔 這禮拜五的部分啊 那一四二四的部分也都是有可能性的喔 那四尾部分啊我是抓二四這個數字啊 那第一個數字啊推薦四尾是二四這個數字喔 二四給大家做參考 二四的部分 好為什麼推薦二四 好我靠一五喔那一五下來他都帶二四喔 那一五下來都二四 有沒有一五下來 就二四 一五下來跟他的二四一起喔他隔一期開二四喔 好我們再往上看喔 那二四的部分幾乎 之前都是每一周 都會起碼出現一次喔 那這個已經出現了一次二四 那我是抓這個二四還會可能 會不會有可能 這種形式在出現 也是有可能啦 那我是以二四出現的機率比較高的話會二四為主喔 那是第一支推薦的 再來是這個零八部分要留意一下零八的部分 我原本是這一天是抓一一啦可是一一卻沒有出現 會不會這個一一可能又沒有出現 這個也不確定 那我是抓這個框框有周期 好那我們抓的話是抓零八這個數字可以留意一下喔 不過八尾部分我可能會推薦兩個八尾 你看像今天的八尾 這一八出現喔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 那個八尾還會繼續帶出來 那二八部分已經好像也 幾乎有一周以上沒有出現喔 你看二八會不會又是 好像又沒有繼續那種出現的情況 那八尾部分我會抓零八跟三八 在這邊看三八 三八機率是起碼都還有 一周出現過一次喔 你看一周出現過一次喔 三八部分 在進幾期啊 那就是在 抓會不會在這一周還會不會再出現 那可以明顯可以放放看 好那八尾部分我放兩支八尾的數字給大家做參考 八尾部分 八尾啊 那一個是零八另外一個是三八 這兩數字喔 那還有一個是三七 三七的 布局三七的這個數字 他隔兩期喔三七的隔兩期還是有三七喔 那進幾期就是 三七隔三期會不會隔兩期有可能三七 你這種 局勢這樣看的話 三七的部分 有兩次兩次喔看 這格兩次這格有兩次喔 出現距離這邊會不會有兩次的機會 六尾 那七尾的話是不是帶出一個三七這個數字啊 七尾的部分 三七這個數字給大家做參考三七了 還有就是六尾的部分框框內的話就是六尾一六喔 一六的格式喔 那三週內的你看 週期內的 一六 六 好在這邊如果在這裡的話一六部分 好那我六尾部分抓一六 六尾部分 抓一六 那我今天就推薦這五隻數字給大家做參考 24083837及16這五隻數字 好今天就推薦這五隻 那就大家可以中獎喔 好晚安拜拜